严格林 妈哥是做成 第十七章 病了五六年才彻底死掉的卢靖童在北京开了追悼会 追悼会的邀请名单是他的夫人拟定的 其中也有没小欧 不过是客气客气 小欧一个轻巧的借口就免除了所有人的尴尬 最尴尬的大概会是儿子 他投一个不愿儿子尴尬 那个性上的也会尴尬一刹那 是他逗起卢靖童的赌性 最后让卢赌光了一切 输掉了小欧 郁郁不得志而患绝症 这一点小欧的道场会提醒他 所以他不道场是仁慈的 儿子从北京的追悼会回到妈格 寒假还没结束 小欧白天出门上成年人大学的时候 儿子都是在补教 欧洲上了一年大学 他的睡眠透支太厉害 儿子一般下午一点多起床 在网上消磨两三个小时 晚上和他一块吃简单的晚餐 他收拾厨房的时候 儿子就仔细换衣打扮 因为他会在七点多出门 跟他的高中同学聚会 他知道他们会在九点多中 一块吃饭 那才是儿子一天中最正式的一餐 他几次问到儿子和同学们 晚上玩些什么 儿子说可玩的东西那么多 没有一定的 他对母亲现在很宽恕 不跟他一般见识的笑笑 意思似乎说 现在年轻人玩的东西 说了他也不懂 一天早晨 他发现儿子的房门开着 床还是他出门之前的样子 居然一夜未归 小欧马上打他的手机 手机却关闭着 他知道他最要好的同学是谁 打了电话过去 儿子果真在这同学家 问他怎么不回家睡觉 他说玩忘了睡觉 到现在一点都不困 玩什么能玩忘了睡觉 他愣着神想到东想到西 妈格能有什么可玩的 突然他出了店一样 抄起电话给老猫拨号 让他帮着调查 下午老猫的调查结果回来了 儿子跟他的几个男同学去了贼船 玩了几把小小的输赢 到天亮才回到那个同学家 老猫说他们主要是玩闹 吓住小的不能再小 不值得跟儿子发难 他谢了老猫 拿着手机发呆 一定是卢静彤 把他在赌场的大爹大档跟儿子渲染过 儿子却当悲壮英勇的故事来听 并受到了启迪 说不定卢静彤还给他亲手示范过 告诉他什么小赌遗情之类的鬼话 明知道所有大赌都是鱼小赌 每个亡命赌徒都从遗情开始 原来梅大荣那败坏的血脉拐了无数弯子 最后还是通过梅小欧伸到儿子身上 或者卢静彤的基因加上梅大荣的血缘 最终胜过了梅无娘和梅小欧 成为支配性遗传 也许都不是 人本身就有恶赌的前夫妻 大部分男人身心中都沉睡着一个赌徒 嗅到铜钱兴气 就会把那赌徒从千年百年的沉睡中唤醒 他没有惊动儿子 等他回到家 他稍微交代了几句菜在冰箱里 微波炉里热一热吃之类 就出门了 不出门他会克制不住自己 他昨夜在赌场玩忘了睡觉 那就是玩迷了心窍 今晚他一定还会去玩 寒假结束前还有一周 够了 够他从移情到试赌 然后迅速成长成一个年轻的卢静彤 晚上八点多 小欧到了贼船赌场 在入口处打好埋伏 等到十一点左右 他看见五个穿着老城的男孩子 进入了贼船的大门 儿子比他的同学都小 因此穿得更加老三老四 头发也梳成背头 发辣抹的贼亮 让他想起低档服饰铺的塑料模特 头发是由七七出来的 小欧简直就不想认这儿子了 其实赌场的人只要多看他们一眼 就会看出五个男孩都是剧中人 正扮演成年赌客的角色 但贼船跟其他赌场一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装着看不透他们有多年轻 赌博不分老幼 头身赌博者他们都热烈欢迎 他们早被诱上邪道 赌场早赚钱 五个男孩在西烟区坐定 开始点烟 看人玩牌 小欧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儿子像个烟灵几十年的老烟客 为了装成年人混入赌场 他早就开始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了 所有孩子都这样 在家长面前是一个人 在社会上和他们的同辈人中 是另一个人 但此儿子绝不是比儿子 蜕变得让小欧既恐怖又迷惑 好了 现在他们开始干正事了 一个个掐了烟 从口袋掏出钞票 兑换筹码 隔着一定的距离 小欧注意到儿子的赌资最多 大约有四千元 儿子上手赢了四千 接下去又赢了一万二千 居然他也懂得闯三关 一定是卢尽童给他起的萌 然后他输了两三次 再接下去又赢了五六柱 下柱的胆子越来越大 眼都不眨 不愧卢尽童的栽培 现在是卢的好门徒 他看儿子痴迷的两眼发直 简直就是卢尽童还魂了 子夜十分 儿子输了又赢 台面上还剩三万多 再看看这个人吧 小欧更不想认他了 青春痘被汗烟红了 背头也纷乱了 西装被搁在膝盖上 敞开的衬衫领口露出他吃方便面 养出的细瘦身子 还差大段的发育他才能算个男子汉 他把三万块一把压上去 小欧此刻已经走到他背后 他的同学发现了 都吓得一动不动 也不敢提醒他 专注和忘我使他的全部精神都凝聚在那一堆筹码上 何官做手势问诸位赌客是否还要加注或减注 小欧又向前跨一步 同时伸出手 把儿子面前留下的几千几百岁马子都推上去 儿子吃惊地回过头 认出为他加码的手属于母亲 一个翻滚从椅子上站起 都压上啊 看你今晚手气挺旺 还不多赢点耳 坐好 儿子乖乖地坐回去 完全听不出小欧是毁他还是帮他 也看不出他对他玩这种罪恶游戏的态度 何官再次比划 还有人要改变现在压得住没有 儿子摇摇头 他这才发现同学们一个个都溜走了 儿子指挥家一样一抬手指 何官开了牌 小欧浑身发抖 因为从哪个方面看 儿子都不是新手 他在儿子旁边坐下来 问他哪来的赌资 儿子不作声 又问 儿子小声地甩了一句 反正不是他的钱 他的确没有发现自己的钱出过差错 是卢浸桐给他的钱 卢在临死前留给他一笔不大的遗产 而他向母亲瞒下来了 老子曾经差点输掉了裤子 小欧的出走使他稍有醒悟 没输完的 现在由他儿子替他输完 一定的 揭开的牌显示儿子赢了 一下成了七万元 小欧一把将所有筹码扫入自己张开的皮包 向兑换处的柜台走去 没想到老史维他设计为他量身定做的皮包 当此用途这么适用 儿子紧跟在母亲后面 嘴里哀了两声 筹码被柜台兑换时 小欧对柜台员声明 他只要一千面值的港币 儿子紧张了 往前凑了凑 似乎母亲抢了他主角的镜头 两人无声地等待着 等几落钞票搁在柜台上 小欧和儿子同时伸手去抓的时候 儿子下意识地用肩膀撞了一下母亲 好比足球将要进门之际 任何阻挡都要被撞开 被排除 这一下居然把小欧撞开了 他不想认儿子 结果是让儿子先不认他 儿子抓起所有钞票 看着木呆呆的母亲 刹那间知道错了 把所有钞票捧向小欧 妈 给你 他年轻的脸上出现了自豪 出现了终于能报 小韩心如苦的母亲的自豪 还有就是一种还愿的释然 他忘了钞票的来路 似乎他为母亲争了光 捧着的是为母亲迎来的奖杯或勋章 小欧努力克制浑身的颤抖 接过钞票 不敢看儿子一眼 这是报应 他以为干上蝶马兹的行当 是报复卢靖童 替梅吴娘报复梅大容 现在他自己得到报应了 他走出贼船赌场的大门 走进罪恶的妈阁 早春的妈阁感觉那么不洁 风十年的 就像万人过手的钞票摸上去 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开车回家的一路 他没有说话 儿子跟他搭了几具枪 他都没有回答 因此儿子只有自顾自哼着眉头眉尾的流行歌 一进家门他就拎着皮包进了主卧室 把钞票放在床上 又去厨房拿了一盒火柴 儿子刚进自己的房间 被母亲叫到主卧室的浴室里 他让儿子替他拆开捆扎钞票的纸条 儿子满心恶罩的顺遂了他 拆开的一张张一千元放在他面前 擦的一声火柴燃着了 妈你要干什么 他的回答是将一张一千元港币点燃 让钞票在手指间烧到最后一个边角 用它点燃下一张一千元 再把前一张钞票的残根扔进马桶 妈 儿子眼睁睁看着小欧变成了一个疯婆子 他在母亲用第二张钞票的残根 去点燃第三张一千元时 上去拉住母亲的胳膊 放开 儿子哪里肯放开 火危险的在两人之间化成半圆光环 画着美丽的火圈 烟渐渐浓厚 母子两人都开始剧烈咳嗽 通红的眼睛对着通红的眼睛 放开手 不然我就把这个加点着 儿子扑出去了 小欧听见他在拨打电话 请110或120来救援 来不及了 这些急救组织都很磨叽 加上妈格的交通状况越来越糟 还到处修路 人均面积越来越少 没命的填海造路也没用 扩展不了越来越多的赌客脚下的地面 因此急救车穿过车流人潮 到这里也许是半小时之后了 半小时够把该烧的都烧完 打开浴室的窗户 流通的空气会助长火势 现在不是一张张钞票来烧 一把就烧他个三四千元 儿子站在浓烟里 看着疯婆在更浓的烟里从容不破的烧 穷命 穷疯了 祖宗八倍都是穷光定 穷的只认识钱 不管什么来路的钱 结果怎么样 还是回到穷命 这是疯婆一边焚烧一边念叨的 等一百二十的人冲进门 小欧早已擦干了被烟熏出的眼泪 换了衣服 重整了发型与妆容 站在主卧外的阳台上喝茶 七万多钞票变成了钞票的尸体 钞票的排泄物 正跟粪便同路 顺着马桶的粗大污水管一泻千里的远去 第二天下午 儿子起床后跟小欧诚恳认错 说着说着 他居然跪下哭起来 他认识到自己多么辜负了母亲 在母亲所有亲人已赌博伤害了母亲之后 作为最亲的一个亲人 他又在母亲伤痕累累的心上添了一道伤 一道最深的伤 小欧也流出了眼泪 但胸口里揣的还是科多仪的心 他在儿子回学校之后开始张罗卖公寓 也开始在房地产网站看温哥华的房产 当年夏天 儿子该考期中考试生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卖掉了妈格的公寓 在温哥华租了一个两居室的公寓 离开妈格也是无奈中的办法 就像当年梅舞娘举家离开被赌博腐化的广东 一到温哥华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温哥华住着史奇兰 光这一点就让他感到风雾景致都多情 听老猫说段凯文被澳门警方地界出境 并永远不得入境 看来小欧转到他手里的段的几千万债务 这辈子是别想追回了 老猫自己还搭上六十万 为段去刷新资质牌照 好挽救他的生产创收能力 结果那六十万也成了他的赌资 输给妈格的某一个不见经传的赌当了 老猫口气低沉 吃了亏上了当似的 让小欧感觉到自己转手给他的是一项巨大的烂尾工程 收尾无望 崩塌是早晚的事 毛毛雨扑面的一个上午 小欧从超市的停车场穿过 手机响了 他听到一个位就听出是谁来 是老使 他看见他了 什么时候 不久前 为什么不叫他 叫了以后麻烦就大了 从哪里找到他的手机号的 温哥华的华人这么多 想找就能找到 那出来一块饮茶 嗯 再说吧 挂了电话 他仔细把他的号码存下来 他不愿意见他 证明见他还很危险 会是他和陈小小平安小康日子的巨大危险 不愿见他 也证明他的记忆还在滴血 存下的电话号码标明是史奇兰 十三年前他第一次在手机键盘上打出这个名字时 手就像现在这样微微发抖 梦里梦外都经过了 现在还会发抖 十三年前小欧偶然跟一个熟人到他的工作室 看见一个清秀的男子操着一把刻刀在雕刻一只牛犊 他听那熟人介绍小欧时 看了他一眼 那是很长的一眼 超过了礼貌和经验所需的时间 小欧那时确实是美帝 那时照坏了的照片现在看都是美帝 他连他当时头发的饰样 身上戴的工作围裙都记得清清楚楚 熟人介绍了他在玛格某赌场做事 有空可以接待十总去玩玩 十总有口无心的答应 一定去玩 分别的时候 两人握手 手缠绵了一刹那 他送他到工作室门外 挥挥手 他的笑容像刚醒的孩子 小欧到现在都记得他那时的笑 他放好手机 毛毛雨落在他的睫毛上 看什么什么都带泪 泪 这么久 受到这些什么都带泪